图片来源,全景视觉经济观察网记者,冯庆燕时期记者,赵哲iPhone Nexus,新闻发布会后,华为消费者,义务CEO于成东,在新浪微博上发表状态,稳了,我们10月16日文敦见,然而稳中又发生了颠簸, 昨日纷纷传出华为被国资收购,业务分拆以及玻璃部分业务等消息,不过,近日华为向经济观察网记者回应,上述说法均为谣言,华为在其官方网站上指出,其实一家邮员工持有100%股份和民营企业,目前邮是8万员工,业务电集170多个国家和地区, 据悉华为股东会是公司权力机构,由工会和任正非两名股东组成,华为被国人誉为民族企业,依旋具有坚定的立场和责任感。 9月13日,华为参加了在南非德班举行,到2018年国际电连世界电线展,参会期间华为发布电线发展立场文件,表示ICT产业信息,通讯和技术,的健康快速发展,离不开政府,在促进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,鼓励技术创新和规范行业竞争方面的支持和引导, 华为第一时间给予否论消息,这表明至少至今华为100%股份,人数18万元公尺有,主张政府支持引导与被政府收工还是两码事。